各位Dr.Michael嚴整型的朋友大家早 我是沈云堆醫師 感謝各位再次來收看我的嚴整型衛教頻道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這個案例是一個 雙眼皮蟲球裡面非常經典的案例 就是所謂的高位折痕轉低這樣的案例 這樣的案例在我的門診算是非常常見的一種形態 先來看一下照片 那這個患者他在來我們醫院就診之前的多年前 曾經在其他地方做過雙眼皮手術 那這個正面照片看起來並不會說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仔細看一下可以發現這個折痕的切口 這看起來是非常的高 而且從正面的照片已經可以感覺到 眼臥部分已經有點凹下去 那另外這個睫毛的部分 可以看到兩眼都呈現非常飛的狀態 從中斷以後的睫毛就整個往上 在完全沒有刷睫毛膏的狀況之下 那以我的觀點來講 這樣高的睫毛的問題就是會造成 除了一個外觀不自然之外 通常也會造成眼睛比較乾澀的現象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病人 即使往下看的時候 有一些睫毛還是往上飛的 在他的左眼還有右眼的中間有一部分 那就說明了當初在做雙眼皮的時候 固定的算是非常的緊 那另外就是這個凹陷的部分 也是讓人家覺得不自然 這骨頭的邊緣 可以看到這個患者 他骨頭的邊緣 眼眶骨頭的邊緣都已經很明顯的露出 這個樣子 那至於其他部分 大小眼的部分是還好 兩邊沒有明顯的大小眼不對稱 那這樣的狀況其實在側面的時候就會變得非常明顯 這整個眼窩的部分算是非常的凹陷 看起來非常的不自然 那睫毛剛剛跟各位提過了 這睫毛非常的翹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起來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上眼窩是非常凹陷 然後這個折痕非常的高 再來可能在過去某個時期 大家喜歡這樣的眼型 但是隨著時間過去 大家絕大部分的病人 還是比較喜歡自然一點的眼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走出前的動態 我們可以往上看 你可以發現這個整個睫毛的部分是完全不動的 那就說明了他當初雙面固定算是非常的緊這樣子 那他往上看的時候 這整個眼窩這皮膚會被帶進去 呃可以呈現一個凹陷的狀態 從側面看的時候會特別的明顯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訂定我們雙眼皮重修的計畫 这个是它原始的切口 原始的切口 疤痕的状况其实看起来是还OK 那我们双眼皮的高度 其实影响双眼皮高度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切口的高度 那我们可以 如果说希望改变这个高位的折痕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相对比较低位切口 maybe 1到 2 mm 这样子 那这时候各位一定会问说 这两条新旧折痕之前会不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刀口 根据我的经验 这个这样的问题有两个方式可以处理 第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把这两个刀口之间的皮肤把它修掉 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病患 它常常没有多余的皮肤可以切皮 因为各位刚刚已经看到它这睫毛 算是非常非常外翻 如果再切掉中间蓝色这个区块的话 它的睫毛会变得更肥 这个情形会变得更不自然 肝炎的症状会变得更明显 所以比较标准的做法还是必须保留 这个刚刚这个蓝色的区块 蓝色区块的皮肤 那至于这两个折痕 这边有两个刀口会不会产生两个疤痕呢 实际上将来如果这个手术成功之后 我们的主要折痕还是落在这个绿色的切口上面 绿色的切口上面 那至于这个红色的切口疤痕 因为眼睛每天这样扎 疤痕它慢慢会被软化掉 到最终都是看不出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术丸的状态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双眼皮则很明显的降低 双眼皮不管是打光或没有打光的状况之下 看起来都是比较自然 然后这个地方相对是比较饱满的 那这个病人在做过双眼皮重修之后呢 他的眼窝我还有在帮他补上一些脂肪 这个眼窝的部分也在帮他补上一些脂肪 然后这个部分看起来更加的饱满自然这样子 包括眉弓的部分也都帮他补上去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眉弓这边呈现一个自然 稍微眉弓高于额头这样的样子 那从侧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自然 这个眼窝部分呈现一个饱满的状态 而且这双眼皮呈现一个比较自然的高度 那睫毛这个小姐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外侧这边自然的睫毛其实都已经正常的放下来了 有些睫毛大部分都正常放下来 剩下这个是他睫毛自己刷上 就是接上去的 我们来看一下动态的影像 那这是病人来 各位可以看到他这个眼窝非常的饱满 另外折痕的位置 其实是以我的美学观点来讲 算是可能稍微偏低一点点 不过这个是病患自己喜欢的 我们就遵照他的意思 那可以来看一下走速前后的对照 慢慢看上去 慢慢看一下 可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走速前后对照 其实改善幅度算是非常非常的大 看前面 扎一下 上一下吗 看扎一点就好 来看看正前方就好 好 那以上是这个经典的高转低的案例跟各位分享 那各位如果需要更多资讯的话 其实也可以上我Dr.Michael延整行官方的LINE帐号来询问 我会通常会利用开到空档跟各位聊一聊 解决大家的问题 好 那再次谢谢各位的收看